今天早上其实在脸书已经帮了媒体从业人员请命 因为我看到的是NCC在日前其实公布的就是2700多名所提报的施打疫苗的部分 其实主要是为了通讯设备机防的人员 包括电信电缆这个网络啊卫星等等 所以都是一些工程人员 那么第一线其实在随时帮我们报道疫情最新滚动动态的新闻人员 您现在是不是也准备要让他们来第一来优先来施打疫苗 包委员基本上来讲在这一波疫情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很积极在争取帮我们这个通讯传播的从业人员 列入这个疫苗施打的对象 那刚才委员所提的这是关键基础设施的这个部分 这是维持运作 所以2700个那是一级的关键基础设施人员 所以现在这个部分已经变纳入第七类 那第一线高接触风险的新闻从业人员 我们现在也是持续在努力的 希望他能够纳入第三类的这个人员施打对象 好但是我想救教的部分是因为 我们知道如果是NCC的话 主管单位只有电视跟广播 对 那么包括纸媒以及网络媒体的同仁该怎么办 他们有没有一个工会或相关协商的单位 可以提交名单 名单应该是交给您 还是交给文化部 或者是交给这个卫福部 那他们会不会比如说纸媒的朋友 或是网络媒体的朋友因为主管机关不是NCC 会不会成为孤儿 这个基本上应该如果相关的名单应该提给CDC 这边做决定 因为基本上在第一线采访的人员 的确也不是只有广播电视 包括纸媒 包括有些网络媒体的确都在这里面 好所以说是统一交给CDC 那么在名单的造册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只有第一线 那么第一线的哪些人 这样的一个造册的规则 应该由谁来订定 这个基本上应该会涉及到本会 还有文化部还有卫福部都有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 因为这个部分第一个 这样的人员要不要纳入这个 所谓施打对象 这个是CDC决定 那第二个来讲 如果这个quota可以的话 那接下来就我们要造册 那造册的部分当然是依照各个业管去处理 所以NCC有没有建议 因为你刚刚说是要由这个CDC来决定 那么NCC已经有建议了吗 有我们已经建议了 那就看NCC 我们不管在华一辉里面提出建议 然后我们也正式行文型CDC 那个可以优先把这一批第一线的 这个高接触风险的新闻从业人员 纳入第三类的施打对象 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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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